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三小时的分享内容 主要是透过阅读翻转永续未来 主要的内容其实很多 我们主要聚焦在永续发展教育图书资料的赏息 刚才嘉文主任已经有稍微把我介绍过 主要今天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个计划是台湾图书馆 永续发展教育图书资料评选季阅读推广计划 我担任总召跟咨询委员 我们这个活动从一开始到现在跟大家分享 其实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讨论 还有包括了选书的过程 也持续的进行了很多的推广等等 大家包括今天所参加这个活动 跟后续在图书馆或者学校的一些推广计划 都很欢迎大家继续能够成为我们的伙伴 一起来针对这个SDGs的推广 一起来尽一份心力 首先我先跟大家介绍 永续发展教育 相对于永续发展目标 如果您有参加过叶星成老师的讲座 应该会有一些概念 我们就针对永续发展目标 跟我们的图书资料 它之间的相关性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其实这个是联合国从2005年就开始推动了 这个永续发展教育 就是大家现在常听到的ESD 那在2015年还特别提出了17项的 这个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希望在这个2030这个年前 能够一起消除像是贫穷 饥饿等等的问题 那这个17项目标就是比较具体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怎么样去执行 我们的永续发展的教育 那叶星成老师可能也有提醒大家 如果以后我们再听到SDGs 那大家就知道 它就是17项目标的一个总集合 所以是SDGs不是HDGs 那大家就知道 我们等一下会分享的内容的 涵跨的范围就非常的广 那里面是有兼顾了经济社会和环境 那主要能够实现这个共荣成长的 这个永续家园 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经济社会这个环境保护之下的 好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永续发展目标 它主要分为三大面向 经济 环境 还有社会 那这个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 有17项永续发展目标 因为现在目前有很多不同的翻译版本 那这17项目标大家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就是我们的包括了从第一项消除贫穷 到第17项伙伴关系 大家也看到了这些图示 应该都很熟悉 希望藉由这些正确的一个名称 跟这个图示给我们的印象 那我们在思考还有在实用的时候呢 直接可以去想到它的这个里面的内涵 那当然还有169个这个细项目标 我们也可以去参考 那基本上这个17项SDGs就是属于一种整合的思维模式 它是属于一种多样化包容性互相影响 还有包括所有人 不管是男性女性 或者是说老人年轻人啊 或是有一些肢体障碍等等的 都是属于我们的一起要关怀的 那另外就是说SDGs呢 它本身是属于一种多元性的 以多元的角度去衡量这个全球 不发展所需要的考虑的陈面 那17项目标是环环相扣 我这边呢有画了这个图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个别的SDGs 跟这个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面向的关联性 它彼此之间呢 像是经济啊社会环境各有各的一些项目 但是它没有的或者是整个的连级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们会把这个17项会常常提出来 或是彼此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会再三的跟大家这个解释跟强调 那当然就是依照我们上面所说的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IPA国际出版人协会前任会长 陈克曼所说的一句话 让大家更印象深刻 他认为说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有机会 通过这个永续发展目标来学习 还有形塑他们的世界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里 大家愿意花时间一起来去 彼此讨论分享研究 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帮孩子 形塑一个他们好的一个世界 未来的一个世界 那当然透过学习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跟大家分享就是永续发展图书 俱乐部和书单 相对于我们台湾图书馆的永续发展书单 那就是为了要让这个永续观点 让孩子能够从小扎根 所以联合国在2019年 他们在国际儿童图书日 就成立了永续发展图书俱乐部 那根据这17项目标 他们也为6到12岁的孩子 选了一系列的永续发展图书的书单 那在每一项目标之下 大家都可以去参考适合的书 那主要就是说 这些书本可以让我们老师家长 有一个媒介 有一个方向可以去跟孩子分享 那当然他也 这个联合国也鼓励我们 就是不同的这个国家呢 能够成立自己语系的这个图书俱乐部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才能够让孩子可以这个了解我们本土的 或者是说世界的各种的观念 各种的一些图书的这个阅读 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当中呢 大家能够学习 那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常务副秘书长 他阿米娜所说的一句话 我觉得也很棒 就他认为真正的永续发展 就在最年轻人的支持下才能够达成 所以我们要用阅读来培养 我们新一代的世界公民 那台图和这个天域环境永续基金会 我们就合作办理了第一届的 永续发展教育图书资料评选 这边是这个书单的网站连结 大家可以上台图的官网 直接就可以看 然后也可以这个下载 就是都是免费 然后也是提供大家的一个公共资源 那这边我带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手册的这个内容 主要的话呢 我们就是收录了120种永续发展的教育图书 那这些书都是经过了专业的评审 评选完之后呢 针对了0到5岁6到12岁的孩子 我们做了这个分项目 而且里面也标出了就是 跟每一个目标呢 它高度相关或者是中度啊 或是吸取相关的一个著名 那大家都可以去参考来跟孩子做分享 那除了这个17项永续目标的这个书 图书的分类跟它的说明之外 因为台湾图书馆呢 是有特别在负责有关于这个特殊 特殊图书方面 或是特殊这个阅读方面的一些服务 所以我们还特别放入了这个双式图书 还有绘本口述影像有声书 还有这个易读有声书 还有这个台湾手语电子绘本 等等的特殊图书支援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使用 那这边可以看一下目录 就是我们17项目标下面有不同的书本 大家可以借来看 然后每一项这个目标呢 下面所选出来的书 下面都有特别请评审写了这本书 它的一些优点 或是说可以来怎么样跟孩子分享的一些概念 那刚才提到的这个特殊图书资源的话呢 这边大家也可以就扫我们的这个QR Code 包括了像台湾图书馆他们有做的那个早期阅读推广 进化所选出来的书也有把它做成双试书 或者是说这个手语专区的一些手语版的书啊 大家都可以来这个扫QR Code来使用 好那当然还有一些评选的原则 也可以知道这些书是怎么选出来的 那老师们呢你们如果在选择适合跟孩子分享的书的时候 也可以参考一些这个我们这次评选的一些标准 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开始谈到这个 永续发展绘本它的一些内涵 那当然永续发展绘本呢 是很多很多好的绘本中的其中一部分 那我们怎么样去选出这些 做我们的永续发展绘本 主要就是说它跟SDGs有关 还有就是要跟孩子本身要产生有意义的连结 怎么说呢 好我们的绘本我们可以先从这个绘本跟孩子本身的关系 好我们来看 例如说一本书好像这个我的心破了一个洞 它就是跟我们这个孩子本身的这个健康 好身心健康是有关的 那像这个我们就可以选出 这个让孩子去参考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 那另外还有像是例如说我们的大帝 它就是跟我们本身所生存的这个环境 好还有这个环境的保护 好等等的相关 好那我们就是大家走一个地球嘛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爱护它 这个都是跟孩子本身自我是有连结的 那另外在文本方面呢 我们也要考虑到就是 包括像这本书 你的身体是你的 好那这个里面呢 就有介绍到男生女生的身体结构 好那当然就是说 比如说它里面会有一些专有名词 包括了说像是女孩子呢 她也不会用一些很隐晦的一些词汇 让孩子有误解 比如说她会讲到外音部啊 脚啊肚子啊手肘啊 那男生他可能这个结构上他就会说 比如说搞完了等等 就让我们孩子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跟正确的一个互相传递的语言 那另外像这一本呢 它是有关于这个北极熊啊 他去探险 然后找到这个他的 爷爷所希望发现的一朵会唱歌的花 这样的一个宁人画的故事 但它这里头是有环保的概念 也有这个宁人画的卡通的有趣的 这样子的一个图像跟内容 那故事的最后 他就说这个北极熊啊 这个罗拉找到这个会唱歌的花了 就是一个愉快的结局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理念还是有一些 有关于生物的多样性 或是正确知识的传递 所以在这个故事结束之后 它还有附加了 就是说虽然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呢 有很多很棒的兰花 那这个被发现有将近40万种 但这个植物 那包括了兰花 可是呢 世界上有没有会唱歌的兰花 目前是没有 那只是说 例如说兰花 它可能通过了这个风的吹息 或是等等的一些原因 会有让你听起来像唱歌 但是它这个兰花会像人一样会唱歌呢 这个是没有的 所以它这个正确知识 它在这边还是会带一下 那最后它也会有 这个跟故事里面 罗拉就是植物猎人相关角色的 这样的真实世界中的人物 她也会做一个介绍 就等于说把那个女人画的 童话卡通故事跟真实世界发生的 她还会做一个这个比较清楚的 让孩子了解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那另外在图画方面的话呢 一本好的这个永续绘本 也要考虑到很多点 包括了像这个神奇行李箱 它就是讲说外来移民 那因为我们不希望让孩子 有一种刻板印象 所以大家会发现 左边这个外来移民呢 它是用一个不具象的 而且就是说一个 你可以去想象它是任何的一个种族 或是任何的一种生物 那可能是代表你或是代表我 都有可能成为新移民 那他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让孩子不要有刻板印象 另外像这个翻转 翻转这个传统故事的 最后一匹狼 他是强调对于生理友善的探险的故事 里面的小红帽呢 就化身成一个一个小勇士 然后呢他去探险 那当然呢他这里面所拿的这个枪 不是真正的这个猎枪 而是一个玩具枪 所以他这里面也有注意到 就是说我们在给孩子看一些画面的时候 你可能那个有些东西的表达 那表现也要注意到 那另外这个小猫头鹰这本书的封面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由派克冰生 一个很有名的水彩画家所画的 那当然他在图像里面是很可爱 那但是我们要注意到 他的一个知识的正确性 像我跟那个有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评审 他的评诺表格做研究的 这个一个老师 欣雅老师有聊过 就是他说他用这本书呢 跟孩子在分享有关于猫头鹰故事的时候 小朋友都会注意到猫头鹰他的站直 或者他的一个整个的形态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到猫头鹰呢 他是用几只那个直爪在站在树上 好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猫头鹰一般在停息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直爪通常是前二后二 所以其实小朋友对一些细节观察都很注意 那因为有小朋友看过就别的猫头鹰的一些绘本 他可能是三只或是四只爪子 然后就一同时站在前面 他们就会说这个画错了 所以像这些细节上面的一个表现 也都是我们在挑书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要传递正确的知识 另外在世界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像例如说我们要带孩子去有世界观嘛 你不可能带他到任何的地方去 好那像例如说这本书 巴西的这个帕帕洛斯河岸 他在这个画面中就表现出来 让我们小朋友在台湾也可以知道 在巴西就是热带雨林 就亚马逊和那边的那个热带雨林所发生的事情 那边的小朋友 你们看他们要上课的时候呢 他们都是要坐船渡河到学校 而且大家会发现他们都是光脚 因为那里的一些卫生习惯呢 还有一些他们本身的物质等等的 跟我们在台湾不太一样 然后那个房子也是要架高 因为那边常会淹水 那从这些的一些图像 还有故事以后的一些内容 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在台湾以外的 一些国家发生的事情 那里面还有个画面是说你看 怎么在下大雨大家都乘着船 然后所有的家当都放在船上 这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这个对于我们台湾的孩子来讲 没有这样的经验 在这个巴西那边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河岸的那些孩子 其实他们的一年就只有分为夏季跟冬季两季 那在这个夏季冬季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是要办迁移的活动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像这样子 每一年他们在当雨降临的时候 雨季来的时候 那他们整个村庄都会被淹没 所以全家都要带着所有的家当 到别的区域去生活 等到雨水退了之后 他们再回到他们原来的家园 所以这个当中他就会有经历到很多的 包括了他们住的环境 或是一些卫生等等的一些问题 当然这里头其实故事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再花太多时间 整本的去分享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提到 就是说因为造成这样的问题 是跟当地的政策有关 当地就是说他们是经济大于环保 所以他们在那边把这个树木有比较很严重的问题 然后还有去开拓他们的地下的一些矿产等等的 是为了经济 可是因为这样的缘故造成了 他们那里的气候的暖化的现象很严重 再加上当地的他们的森林 就亚马逊森林 它其实是像是世界的一个废 所以那里的一个没有做环保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它也会影响到世界各地 所以透过这些书本我们可以去了解 另外像这一本书 《我的世界》 会唱歌这样子的 就是说它有内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女生 她是拿着白手杖 大家就可以知道她是一个视障的女孩子 她的世界 她是用听着这个世界 跟我们明眼人所看的世界 是怎么样的不一样 让我们去能够同理 或者说我们对于一些平等观念的一个 能够去促进或者是维护等等 也是有帮助的 总之就是永续发展绘本 必须要和我们的孩子本身要有相关 还有就是里面的文本图像的表现 也是需要正确的知识 还有就是跟孩子能够有同理连结 也跟打动他们愿意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书本的设计 也是让孩子透过阅读能够认识整个世界 那就是我们的永续发展绘本 主要是作为一个媒介参考 还是以孩子自我为中心去看世界 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要去提升孩子 我刚刚所提到的同理心爱景助人 跟保护生态环境的动机 才能够达到我们刚刚前面所强调的 由孩子这一代 就开始来一起共创永续发展的未来 另外选择永续发展绘本有一些原则 这边的话大家可以参考 也可以知道说我们台图这边所选出来的书 它是有依照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去选出来的 包括了就是它必须要回应 我们刚前面所提到永续发展的完整度 是不是有涵盖到环境保护 社会进步和经济成长 那另外一本书呢 它会跟多个永续发展目标是相关联的 还有就是多维度 那故事里面呢 它会有考虑到时间空间轴的改变 那还有就是说故事里面要提供正向的导向 不管这本书所提到的 即使是环境污染造成了很多很多的 问题或甚至提到了一些死亡或是霸凌等等的 这些内容 但是我们故事的最后都必须要提供一些激励和希望 那还有就是说我们这个故事呢 会提到很多的一些问题 但是不是只是你要提出问题 那基本上我们是要刺激孩子思考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方法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在我们刚刚前面说的 这个现实程度上必须要去考虑到事实跟正确无误 这个跟我们一般分享绘本里头 有些就是一些魔幻的卡通的可能在真实世界上不存在的 或是甚至知识不是正确的那也没有关系 因为他可能只是要表达一个魔法等等的这种故事 因为本身绘本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形态 但是对于永续发展的绘本呢 如果我们要传递一些知识 就必须是要正确无误 以免误导孩子 那这边我们就是来用书本来做一些例子 好我们先首先来看既定的视角 相对于永续的视角来看 首先跟大家介绍我们永续图书里面的 让世界更好创意回收旧地球的真实故事 我们会分享部分内容 没有办法整本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到图书馆来借阅 像这本故事里面谈到就是非洲的 甘比亚那里的孩子们 他们从小就接触到很多的塑胶袋 而且觉得塑胶袋非常的方便 当然用完之后也随地丢 对于一些环保的一些概念 也缺乏 但是这个里面她就利用了 我们这个里面的女主角 她从小一直到她有了自己的孩子 她就发现整个这个环境怎么越来越脏 而且大家对于这些清洁卫生 环境永续的观念都没有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垃圾堆积 造成了一些污染生病 甚至他们所养的羊 比如说他们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一个家可能就养了一只羊 靠他的羊奶等等的 就是维护他们的生计 但是这些羊又看到了路上有很多的垃圾袋 他们就去吃 吃了之后就生病 然后羊就死亡 也造成了他们家里的生计来源 就没有了 都影响很大 所以这个女孩子 她发现了之后 她就会去倡导很多 在他们的社会里面 经济是没有依赖的那些女性 或是地位很低的这些女性朋友 一起来收集这些垃圾袋 然后把它们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做成丝 就是像是我们的毛线等等 然后来编织 做了很多的一些像是塑胶的回收的 好像是钱包等等去贩卖 那么一开始大家都取笑他们 觉得他们很肮脏等等 是无意义的一些行为 可是后来他们制作的这些环保的 这些塑胶的这些钱包等等的 让他们有了收入 有了收入之后 当然他们在家里的地位就提升 然后他们经济环境也改变 还有整个的环境也变得比较干净 所以透过这样子持续的 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对他们整个甘比亚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甘比亚那边的妇女 现在他们还在持续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当我们看完这本书 如果你只是一个传统的 就是跟孩子分享这本书的一个视角来看 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 一本励志的书 就是强调团队合作解决问题 还有就是它是一本多元文化的书 可以透过这本书去帮助 我们了解非洲的人文景致和文化 顶多我们可以看一下澳台湾的位置 跟非洲相对的位置 跟非洲里面的甘比亚的位置 大概是这样子做一个了解 然后而且里面有谈到 环保垃圾回收的一些观念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介绍孩子的时候 是以永续视角的来看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跟孩子强调说 这个是非洲甘比亚为背景的一本绘本 它是描述了当地的女性伊拉图 她怎么样发现这个塑胶 对于环境和生物的危害 包括了对于人们还有牲畜 会被造成了生病死亡 并且她还带领其他的妇女就业 然后还把这些收入部分 把它能够捐助出来 在当地就成立了一个赔利中心 教当地的这些想要来学习语文 或是书写 包括了环保概念的这些人 都可以免费来受教育 所以这本书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它就有涵跨了 社会经济环境的三个面向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所看的 个别SDG与经济社会环境 三大面向的关联示意图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图很简单的 就可以指引大家 这里面刚才就这本书来说 它就谈到经济里面的经济就业 尊严就业与经济发展 还有消除贫穷 还有良好健康与福祉 还有谈到了优质教育 或者是有序的城市和社区 还有性别平等 所以跟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所以像这本书 我们就会发现到它所涵盖的 是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一本书它是有17项目标里面 或许它会涵盖到各种不同的 包括经济社会环境层面的 那我们都可以特别挑出来 跟孩子来讨论 那再来我们看另外一本 也是关于既定视角 相对于永续视角的一本好书 就是宾亚翠斯波特田园里的科学家这一本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它就讲到波特女孩子 她从小就喜欢观察提问跟收集记录 她自己对于科学非常有兴趣 可是她可能不知道 因为在那个时代 唯多两时代 一个家境富裕的女生是不被鼓励 跟不被允许去学校受教育的 所以他们家里就帮她找了家教来教她 她也很会利用一些工具 包括显微菌 来观察她所喜欢的一些生物 包括了像是植物 或是一些动物等等 只有她的弟弟可以去上学 但是她还是非常的坚持来研究她的 对于植物的这样子的一个兴趣 那后来她也去专门去图书馆等等 去找了很多资料 去了解这个曾俊的资料之后 把她的发现就集结成一本书 然后她想要去分享 可是在当时这是真实的故事 1890年代 那时候的英国伦敦的科学家 她还不允许女性加入她们的行列 所以就排斥她 也否定她的科学研究 但是波特没有放弃 她后来就把她对于自然生物的一些观察 她画成了童书 在童书里面去实现了她的 对于自然生态的一个喜好的梦想 其实这一位波特 大家其实应该都很熟悉 她就是我们所熟知的 小兔彼得的故事的创作者 波特女士 另外 书里头刚刚所提到的 她所观察跟所记录下来的 真俊的资料 她把她写了 谭真俊包子的萌芽的论文 她当时就是拿给英国的那些科学家 植物科学家看 受到了否定 可是现在因为整个的观念改观了 大家就把她的研究拿出来 就重新帮她平反 认为她是英国主张第一 共生特性的第一位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来讲 她是第一位 而且她对于真俊的研究跟水彩化 目前还是得到全世界真俊学领域的推崇 所以我们知道她没有放弃到她的理想 她继续的做 到现在我们大家都还是在参考她的研究 还有很棒很棒一点就是说 波特她本身因为她喜欢自然 所以她也致力于环境的保育工作 她甚至是一个很有先殿知名的一个女性 她非常的厉害 在那个时代她就申请了专利权 所以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彼得兔 只要是正版的 不管是书本或是周边商品 你都必须要得到他们的 这个基金会的一个认同跟授权 才可以制作这些书本跟周边的一些商品 那当然她用这些所收到的这些专利权 他就买下了英国湖区的一些土地 而且她把这个捐给了 英国国家信托基金会 大概差不多有4000英亩 因为她这样子一个动作 就造成了那边的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 能够永久的保留 到现在我们去看的话 还是可以看到那些自然的一些原始的一些样貌 而且波特女士她非常的好心 她因为这个板税码收入很多 然后她还用她自己的钱 去照顾当地的这个动物还有乡民 如果当地的农夫没有办法负担收益费 她还会去帮忙他们去支付这些费用 那当地的这个家庭如果有一些医疗照顾缺乏 她也会请这个护士去住在那里 还提供这些护士住宿跟车辆的费用 然后让他们去住在那边帮助当地的居民 所以我们会发现到波特她真的是很了不起 而且她还拯救了当地的 冰围的赫德威克羊 所以这个羊本来是要灭绝的 因为她的环保这样子的一个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羊 那透过这一本书的分享 我们就会发现说 如果你用传统的观念 你就会觉得这个女孩子很自信 她会用科学研究 还有创作去表达她的想法跟情感 另外她很有创造力 她不受到一些既定的规则 跟框架的一个限制 所以她有了这样的一个成就 另外她也是一个能够自己自足的一个女性 她不是靠家里 像传统她们那些有钱家人女孩子 都是伸手跟家里要钱 所以相对的有很多都是被限制的 是不自由的 那她相对的因为自给自足 经济能够独立 她就能够有享受到平等的权利 那再来我们用永迅的视角来看 就是这本书 它其实可以谈到很多有关于性贫的议题 然后也透过了这个绘本 它里面的蜡笔的这种触感 会感觉到这种自然乡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当里面还有时间走 就是从这个波特从小到大 她整个的这个发展 好那这个书的最后面 还有一个她的一些重要的 还有这个当时年代的一些记事 那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时代 还有波特的这个不同面向 所以这整本书呢 她就是有提到了透过这个波特女士的生平 她提到了一些环保环境 还有这个经济跟社会的三个面向 所以我们再拿这个图像来看 她这本书呢 她就是同样的也有讲到经济里头的 我们的永续发展目标的八 尊严就业和这个经济发展 还有呢这个伙伴关系和这个优质教育 还有这个性别平等的议题 跟永续城市和社区 还有入狱生命 那像我们刚才分享的那两本都是讲女性 而且是她们都是有创意的 而且很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去实践的女性 我们就可以拿这两本书来做一个科学化的系统性思考的一个方式 来带孩子 那怎么讲呢 例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表格 我们就把这两本书列出来 当然这不是只有这两本 那老师跟爸爸妈妈 你们后续也可以 就是有看了很多的书 都可以把它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归纳 来训练孩子的一些科学性的 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思考 有一种逻辑推理的能力 那例如说我们让世界更好 创意回收 就地球的真实故事这一本书呢 它整个的故事概要 那你要让孩子呢 可以用简单的一句话 他就能够形容出来 那你就可以知道孩子 他到底有没有吸收到里面 你所想要传递的一些 不管是文学性啊 知识性啊 或是环保的概念啊等等 那基本上孩子必须要看完这本书之后呢 他能够说出来说 伊沙图啊 他是非洲甘比亚的环保女英雄 他带领了其他的妇女一起回收了塑胶袋 而且呢 他用创意跟技巧啊 把这个塑胶袋都变成美丽的手工艺品哦 结果啊就改善了当地的环境 还有妇女们的经济和地位 并且提供了大家免费这个受教育的机会 那像这样子如果孩子能够表达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说他有吸收到你所传递的这样的一个讯息 如果没有全部表达 你也可以帮他做一个补充或是讨论 那主要也是帮助孩子怎么样去做一个归纳 总结一本书 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去学习到 里面角色的一些正向行为 包括了就是印刹图呢 他能够去关心环境的问题 那当然孩子还要能够提出来就是说 而且这个印刹图 他还可以去找出些解决方案哦 然后他解决这方案 这个问题之后 他是不是有尽到了这个社会责任 然后呢 他也发挥了他本身的创意思考跟勇气 那这本书我们希望 孩子他当中能够得到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即使你是一个小人物 就像在当地不受重视的一个女性 或是经济不独立的一个女性 她只要去实践她的一些理想 她是可以用行动去让世界更好的 那另外这一本 这个我们刚刚分享的 波特女士的这个故事 她同样是一位女性 但她是生长在英国 维多利亚时代 那她的真实故事呢 跟这个伊沙图有什么样的区别 有什么样的这个共同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她本身就是一个女性科学家 她会去观察还有化动植物 还有去研究真菌 虽然她的这个研究呢 因为性别歧视的关系 在当时不受到认同 但她并没有放弃 她甚至后来创作了很多全世界 大家都非常喜爱的小兔彼得的童书 而且呢也保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书本主要表达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希望孩子能够把它看过之后 可以跟我们老师或家长能够表达出来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波特女士有什么值得 我们能够学习的正向行为 其实孩子就可以提出说 波特在这个男性主导的时代里 他竟然敢勇敢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发现 而且透过他自己的作品 还可以对于这个自然展现出关怀跟热爱 那这个是我们希望孩子从这个主角 而且是真实的这个主角 他所学到的一些正向行为 那这本书主要带给孩子的 主要是要努力的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兴趣 不要被社会的刻板印象或是限制所束缚住 好那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我们看了很多的书本 尤其是你可以找到一些 例如说像这样子可以互相比较 互相分析这样子的 一些书本我们读完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系统性的 就是科学化的系统性思考 像这样子的一种共读方式来引导孩子 另外也要跟大家介绍就是说 我们刚才用这种科学化的 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性的思考以外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式 来搭起我们跟孩子对话的桥梁 在做这方面的练习的时候 我们要系的就是说我们要使用不带有负面 这样子的一个言辞或者观念 然后用这个逻辑清晰严密的批判性思维 来跟孩子做示范 那就是当我们选出这些好书之后 我们就可以跟孩子用这个放生思考或是有生思考 就thinking aloud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跟孩子做示范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在看书的过程 不是说很安静的就把书的内容读出来就好 我们必须要透过像刚才的一些讨论对话 还有就是说你要把我们脑子以后所想的 这个思考的过程要把它说出来 不是只是你脑子以后想 要让孩子听到我们是怎么样去想的 这样子的孕思过程 包括你怎么样读这本书 你怎么样去理解里面的句子 你怎么样遇到障碍的时候 你去克服去了解 那还有就是你看这本书 你产生了什么样的情感 那最后还有就是我们整个书看完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说出来 故事整个说出来 像这样的整个的过程 因为我们大人比较有经验 而且比较成熟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整套的孕思过程 来跟孩子分享 这样子可以去增进孩子的批判性的思维能力 那就针对我们刚刚前面的两本书 我们的做这个放生思考 还有讨论的方向 我们就可以把它锁定在 比如说性别平等 环境保护 还有经济自主 来做一个讨论 那当然策略有分为 我们还没有读书之前 阅读前 在跟孩子一起阅读的时候 还有就是阅读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来做一个讨论 例如说 我们在阅读前的放生思考策略 当我们在问孩子话的时候 你不是随便去提出来的 而是你有计划过的 你是有目的性的 比如说 我们在看让世界更好 创意回收地球的真实故事 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孩子提出来说 你看这个塑胶带 到底有什么用途 还有什么影响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塑胶带 是怎么样制造和处理的呢 还有这些塑胶带 对于环境和动物 会不会产生什么危害 当我们在问这些问句的时候 我们其实为了要引导孩子 对于整个阅读 我们要设下一个目的的 让他们思考 我今天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当然你知道为什么要读的时候 你在看这本书里面 你的焦点 你去思考的一个 它的一个深入的程度 就会不一样 另外我们也可以问孩子说 你看非洲甘比亚 他到底是在地球的哪里 跟他分享一些基本的资讯 例如说里面的一些地理位置 气候文化 生活方式等等 这些可能就是老师跟家长 你们之前就要先具备的先辈知识 当我们在跟孩子分享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分享这些故事的背景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活化背景知识 跟提升注意力 让孩子透过比较和对照 去了解故事里面的人事物 那当我们在跟孩子分享 并亚翠师波特 田园里的科学家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在阅读之前也可以问孩子说 我跟你说你知道波特是谁吗 那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些 波特的真实生活 那因为这本书 它是属于一种传记的绘本 所以里面他有把波特 他对于自然科学的热爱 看他从小到大 他很多的发生的事情 怎么样的介绍给你知道 那我们跟孩子 为什么要说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内容介绍呢 主要就是让孩子了解到 原来不同的书 它有不同的结构和种类 像这本书就是属于一种绘本 传记事的绘本 也像是一个有这个记事的 生平记事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传达 让孩子先了解 那我们在跟孩子一起阅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问他们一些问题 例如说我们读让世界更好 创意回收回这个旧地球的真实故事的时候 我们一面看故事内容 一面可以问孩子说 那阴虾图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啊 造成了什么改变呢 主要我们希望孩子不是只听我们在念故事 他们还要能够去预测还有推理一些因果的关系 好像用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 我们就可以训练孩子去推测检验 整个的故事的情节的后续发展会是怎么样 另外我们在跟孩子一起分享波特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问孩子说 你知道什么叫真俊 什么叫做包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他对于真俊跟包子的一些描绘 还有说明是什么 就可以让孩子去比较对照里面的一些人事物 学习更多的词汇知识和观点 那当我们在分享这本书的时候 还可以问一问孩子说 你看那个波特啊 他把他这个很努力的精心研究 跟这些植物科学家分享的时候 那却被否定 他心里到底是有什么感觉 如果是你的话 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你会觉得怎么样 当我们在跟孩子讨论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主要你是去激发他的同理心 让孩子能够说出 这样子一个状态之下 他的情绪感觉是什么 让孩子能够去了解别人的想法 去表现出关怀跟同理 那在阅读后呢 我们针对这两本书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问孩子 例如说让世界更好这本书 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说 看完了这本书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 跟爸爸妈妈或老师来讲一下 他的伊沙图的正向行为跟品格 他怎么样去关心环境 怎么样去解决问题等等 就是回应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 科学化的这种系统性的思考 那主要我们希望透过重塑故事 去让孩子思考 怎么样去效法伊沙图的一些正向行为 好 那我们还可以跟孩子就是一起来 进行一些阅读的延伸活动 例如说我们可以一起来制作 自己的一些回收的手工艺品啊 参与一些社区或是校园的环保活动 好那主要我们是希望呢 孩子能够透过实践故事中 所传达的概念和精神 来亲自的操作去体验 那当我们在跟孩子分享 除了让世界更好 还有这个波特的故事 这两本书之后 我们就可以问孩子说 好那我们看完这两本书 他们两位啊都是女性 对不对两位都是女性主角 那各自生活在什么时代呢 什么国家呢 他们都有因为性别而受到歧视吗 那他们是怎么样去面对的 好做两本书里头主角的一个比较 主要我们是把不同的文本 好让他孩子呢 透过了文本跟文本之间的连结 找出相同和相依处 好那从刚才一开始到现在 要先谢谢大家 刚才我们稍微做了一下工具 这个机器的调整 谢谢大家的耐心的一个等候跟配合 那我们把前面的一个 我们选书的原则跟大家分享之后 接下来我们会选 还是介绍其他的一些原则 可以怎么样去注意和参考 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 好谢谢大家 好各位亲爱的老师还有家长 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讲座 大家休息完之后我想说我们就继续 把这些很多很多很棒的好书 跟大家继续分享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在最后的Q&A的时间 大家可以再陆续提出 这些书本我所介绍的 在我们的图书馆都可以借阅得到 所以大家如果你喜欢什么书 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我们的PPT档我最后也会做一个整理 再放到台图 大家可以跟台图申请 好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刚刚讲说我们选出这些好书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时间和空间轴的改变 要怎么样去进行多维度的思考 这方面的话我先用这本书 我们的世界地球上24小时 这本书来做一个例子 这本书它很有趣的就是 它是用一个想象的 例如说4月21号5月12点的前一分钟 在英国伦敦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他就让读者们就看到 这两个小朋友在房间里面要睡觉了 可是他们还在看了好像很多的 有关于环境保护等等的一些书 画一些图或是一些玩具 然后他们要到世界去旅行 在英国这个时间点上 在世界的其他各地正在发生什么事呢 他就透过这两个小朋友带我们去看 好到了上比亚的卢安瓜河谷 是早上两点钟 你看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在上比达那边 你看有很多的大象围着一只刚出生的小象 在保护它 还有狮子想来伤害这个小象 但是象群他们都会保护着刚出生的小象 那这两个小朋友 他就看到这整个样整个的发生的情形 好那我们再继续环游世界 当来到了南极 这时候是正午12点的时候 你看这时候的南极快要冬天了 再过两天整整个五个月都不会看到太阳 我们都觉得好冷对不对 可是对于这个皇帝契儿来说 这个时节刚好是让他们能够在海滨上寻找伴侣 并且去养育小企鹅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类可以做什么呢 例如说我们可以去避免一些船只和渔业的活动 靠近他们帮忙他们能够存活下去 然后这两个小朋友继续带我们环游世界 当夏威夷冒一岛这时候正是下午2点 哇你看啊这个是什么啊做头巾 就很像那个弹射出来海面的炸弹一样 哇见起了水花 他说像这样的做头巾几乎都快要冰尾 就是绝肿了 可是因为后来人们注意到 然后我们也来保护他们之后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做头巾 所以就证明我们人类可以学习做出一些改变 来保护这些生物 继续这两个小朋友呢 环游了很多很多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 然后这个故事最后啊他们午夜终身响起的时候 就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就是英国伦敦 就从天上往下望啊 发现说哇你看好那个整个空气都是污染的 而且很多都是灯光 那其实很多很多的这个现象都显示出了这个世界在暖化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他们去环游了全世界 就带着我们孩子呢 读者去环游了全世界之后 我们对于这些生物的多样性有了了解 有了认识 有了想要保护他们的心态之后 他就会说我们现在要清醒了 我们要支持绿能打开我们的眼睛来保护我们的地球 像这整本书看完之后呢 他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到 读者用24小时的时间轴来了解不同的地方跟场景 是不是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和美丽 那也让我们这些孩子呢 对于这个自然产生了好奇和敬畏 能够感受到人和动物之间的一些关联和差异 那也激起了我们想要来共享跟保护这个星球的责任和使命感 所以这整本书呢 他就有谈到SDG 他里面的13 14 15 16跟11个项目的这个目标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本书 安妮法兰克 这本书其实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 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孩子要不要去产生跟别人的对立 跟刻板印象 怎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这本书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纳粹的屠杀的情形 透过了这个绘本 他是把安妮的日记就是把它做成一个绘本 所以我们让孩子能够很清楚的了解 尤其是用图像 你从封面就可以看到 每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身上都有六芒星 其实他们都是被标记化的 而且呢 因为标记化 他们也会遭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跟霸凌 那故事里面他就是 我们只是就是跟大家分享部分 大家可以再到图书馆去把整本书借来看 他的图像非常优美 那他的理由主要就是讲说 女孩子这些流泰女孩子 他们就是受到了很多很多的不平等的对待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一个叫做希特勒的这个男人呢 他呢去鼓吹他们的国家说 就是因为犹太人 所以让我们的生活那么的不平等 我们都说经济不好 都是那些所有的福利啊 所有的一些这个工作的这个权利等等 都被他们给占掉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犹太人赶走 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德国才会是这个强盛 而且我们是全世界最优良的人种 他一直去宣导而且呢 透过很多的方式去压迫这些犹太人 那甚至这些犹太孩子呢 在学校也被霸凌 然后呢 对于自我也非常的怀疑 然后还最后还被这个规定 还被隔离 然后在这个同样在上课 他们必须要在教室的角落听课 等等很多的不平等的待遇 那这个其中呢 这个小女生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嘛 那他这个安妮呢 他后来就是因为要躲避这个大屠杀 所以他跟他的爸爸家人 那他们就一起躲在爸爸公司后面的一个密室里面 生活了两年 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大爸爸的朋友啊 总共大概是八个人 就是非常拥挤的一个空间 他们在里面甚至在上洗手间啊 用水啊等等的 都必须要非常的小声 不能够让人家发现说这里面有人 所以他们是非常的这个 等于算是消失人口一样了 那当然就除了他的困难和这个辛苦以外 这个里面也有提到就是 那你在这个密室里头的时候 曾经有爱上一个男生 就是我刚刚讲说八个人在这个密室里面嘛 其中包括了一个就是 他爸爸朋友的孩子 跟他们家人是一起躲在里面的 那他们从一开始彼此不喜欢 到后来呢 彼此的打气啊 又是青少年 曾经有一段这个恋爱 那他们还一起来讨论过说 如果他们有机会逃出密室之后 他们未来的这个希望做些什么事啊 未来的发展啊等等的 那可是很不幸的就是 当他们在密室以后两年 就是快要接近世界 又是世界大厦尾声 快要出来的时候 没想到竟然被人家举发 所以他们里面的八个人都被纳粹抓走 然后送到集中营最后被大屠杀 然后就死亡了 像这样子的这个一个情况 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其实呢 我们看到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说 哇那这个纳粹好坏喔 然后那个德国人是不是都坏人啊 犹太人是不是都是最优秀的 或是他们很可怜等等 我们其实重点不是要讨论这样子 而是说我们要有很多的一个 永续的视角来看这件事情 我给大家这边看一个实际 就真实的一个纪录片 给大家看一下 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安妮她当初跟家人 还有朋友一起躲避的密室 现在在荷兰呢 已经成为一个博物馆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参观 那里面他们也 请历史学家做了一些研究 发现那时候他们被举发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短片 这就是安妮博物馆 这就是安妮博物馆 能延继保安妮一家人的告密者 竟然是为了保住自己性命的 第一名犹太人反登坡 是犹太人 Vanderburn 被拒絕了 在他的職業當中的基督教主義 他會有機會去避免 在那裡唯一避免 荷蘭一名紀錄片製作人 2016年期找來一群 包括美國聯邦調查局前幹員 以及歷史學家在年專家 利用現在的調查技術 拓解這樁禁止法式引起的救案 研究團隊經過六年調查 發現一名猶太公正人凡登波 疑似為了自保而出賣案裡的嘗試之處 所以當Vanderburn 被拒絕了一群的保障 拒絕了他從要去 他必須提供一些重要的東西 他曾經在接觸之中 讓他和他的妻子在那時保障 安寧1929年在德國出生 因納粹統治德國居家遷回荷蘭 當之後荷蘭遭納粹德軍陣禮 1942年7月起 他和家人被迫藏身在父親奧圖法案客辦公室 一處書櫃後方的狹窄空間 他就在這個狹小的空間 接下文明全球的安寧日記 直到1944年8月 當納粹秘密警察抓緊集中營 1945年安寧與姐姐在集中營國室 當時安寧年紀15歲 安寧學家博物館方面 對這項調查結果表示印象深刻 但顯然依然存疑 不,我認為我們現在能夠解釋 這個謎題已經解決了 我認為這項調查是一個興趣的 理論 我認為他們有很多興趣的資訊 但我認為還有很多 在這篇篇範圍中的篇範圍 那些篇範圍需要更加研究 在這篇篇範圍中的篇範圍 我們能夠觀察這新的理論 部分學者則直言不認同調查結果 有人更指出 調查人員手中要有重大證據 才能作出這種指控 調查團隊這種猶太人 背叛自己人的結論 引發極大爭議 我參與調查的荷蘭製片人巴恩斯指出 調查的目的不在於將告密者標謀化 畢竟是納粹給人做出這件可怕的事 我相信當這個顯示出 人們在世界上會不舒服 以為一個藝人被淘汰了一個藝人 我希望如此 我希望他們會 對,因為它會顯示你 為何藝術國人都活動了 為何他們帶來人做這些可惡的事 真正的問題是 那是真正的問題 好 那我们看了这个真实的短片 也听到了很多的研究学者 他们的一个发表 跟我们也看到了当时 爱妮所处在的这个密室 那其实这一本书 我们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是说 以这本书为本 然后我们去找相关的资料 包括了像一些纪录片 一些其他的一些 可以让孩子再有兴趣 更进入 更进一步了解 更深度了解的一些资料 那我们还是主要要强调 就是说我们要传达给孩子的 不是一个对立的 或是刻板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而是说我们透过了 这个客观真实的 这样子的一个报道跟故事 能够走进安妮的世界 感受她在密室里面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跟安妮一样 有什么样感觉 是恐惧 还是你能够保持你的梦想 那这个故事最后也有年代世纪 能够帮我们了解当时时代的一些背景 那也可以去思考 在两难情境下 人性自由和正义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这本书读完 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让孩子对于这个生命 还有未来是充满了希望的 那整本书呢 他其实也有谈到了S digit的16 10跟17跟4 都是值得我们再进一步的去探讨的 好 那另外呢 这个永续绘本也有很多有趣的 像这种后现代绘本 那这种他的目的主要是要颠覆 还有刺激孩子的反思 例如说最后一批狼这本书很有趣 最后一批狼呢 他主要是要讲有关于这个生理友善的一些探险的内容 他就会讲说有一个小红帽 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小红帽 可是他在这本书里头翻转了他那种柔弱 或者是说就是没有办法自主 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他反而变成了很有自信 而且呢 他呀还非常的活泼好动 他要出去抓野狼 那在抓野狼的过程中 他就发现 你看野狼躲在那 但是啊 等到他接近却发现 根本就是一团人家乱丢的垃圾 而且呢 都找不到野狼 他就发现到说 这个世界上啊 因为人类的关系 这个野狼都快灭绝了 结果他终于找到了 生理友的最后一批狼 他就敲门进去 他竟然发现野狼是很和善 而且很好客的 那这里面啊 还发现了除了野狼以外 还有世界上最后的一只山猫 跟最后的一头熊 他们就开始跟小红帽就抱怨说 以前他们的生活多么的快乐啊 可以在这个生理里面自由的奔跑 还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可以供他们食用 可是因为人类的关系啊 他们的这些烂砍树木啊 或是猎杀动物啊 他们就已经生活不下去了 那后来小红帽就听到了之后 就激起了他的正义感 跟关怀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同理心 和同情心 那最后呢 这三只这个世界上最后的 就不同的这个动物就送他回家之后呢 小红帽啊 他就开始发起了这个 大家要保护树林种树啊 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希望啊 有一天这些树 即使是现在是小树鸟 将来呢都可以很壮观 可以让所有的野生动物呢 都有很好的家园 像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他就是改编至小红帽的故事 他主题就是要关怀自然生态和野生动物 那他就利用说小红帽啊 他发现了世界最后一匹狼 还有最后一头熊 跟最后一只山猫 那怎么样的这个生活的环境 而去警觉到原来人类的开发和污染 让他们的栖息地 还有食物都受到了这个危害 然后这些我们以前觉得很恐怖的 要去把他们打灭绝掉的 这样子的动物 其实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那小红帽呢 他的性格也是 不是以前那种柔弱的 这样子需要人家拯救的 而是的角色 而是他可以去用行动影响其他人 一起来保护生灵和动物 他变成的是一个拯救者 行动者 领导者 翻转了他是一个被人家这个 去拯救的受害者的角色 那另外他也传达了就是 我们人类和自然应该要相互依存 而不是要去相互的破坏 那我们人类呢跟这个动物之间 其实都有情感 都有生存的权利 不是彼此的一些敌人或是万物 要学习怎么样的和平共存 在这本书里头呢就有谈到SDG的15啊 13 11 4 10跟2 好 另外一本也是这个后现代的绘本 山是我的家 这本书是用双向的方式来呈现 我们来看一下山是我的家 这是我的山 我在这里生活 我在这里睡觉 我在这里吃饭 山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不过山上也有许多危险的事物 这里还有他 我想尽办法避开他 我们怕他 我和我的祖先们 一直都很怕他 然而山就是我的家 我在这里非常的自在舒服 共享山上的一切并不容易 但我觉得山足够宽大 能够接纳所有爱他的人 好 现在翻转过来 是另外一个角色在讲 是用狼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 这是我的山 我在这里生活 我在这里睡觉 我在这里吃饭 身上有许多美好的事物 不过身上也有许多危险的事物 这里还有他 我想尽办法避开他 我们怕他 我和我的祖先们 一直都很怕他 然而山就是我的家 我在这里非常的自在舒服 共享山上的一切并不容易 但我觉得山足够宽大 能够接纳所有爱他的人 好 像这本说呢 它就是一本双向阅读的绘本 好 那大家会发现 它里面所有的文本 两个故事都是文本一样 主要就是让我们看到说 你不要只认为你是这个 好像是我们讲说人类 好像就是地球的一个最优秀的生物 是主宰着 其实别种生物呢 也是地球里面很重要的一份子 大家应该要互相尊重 那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层的一个 寝思的内容 它就用了比较简洁的画风 让孩子感觉到 它里面的色彩非常的温暖明亮 而且呢 对于大自然 有一种非常好的印象 激起他们热爱跟尊重大自然 那它利用这个牧羊人跟狼的视角 来讲同一个故事 就让我们感觉到 每件事情都有两面 没有所谓的这个绝对的对或是错 我们应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世界 学习要怎么样能够和平跟共存 那这整本书呢 其实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同理心 思考力 还有想象力 那培养完之后呢 主要是能够引发他们对于人 和自然关系的关注和讨论 整本书它其实有提到了 有关于SDG的15 11 17 10 跟16的目标 好 那刚才跟大家介绍 很多的一些我们评选永续图书的 这样子的一个原则之后 我这边就是尽可能的举出 我们选出来的书 好 那他们这个内容是可以怎么样跟孩子分享给大家做参考 那大家还有很多很多的书本呢 都可以从图书馆借来 好 那刚才我有一开始有给大家看嘛 我们图书馆的那个手册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 只要上台湾图书馆的官网都可以参考得到 而且是你随时都可以看得到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今天跟孩子要谈的是环境保护SDG13 跟十五的这个目标的话 我们可以选这个黑猩猩的好朋友来谈 那这本书尤其是我们现在来谈 就是永续发展里面的这个十三项目标 它是有关于气候行动 它主要是要传达有关于气候变迁跟天灾 这样的一个精神 让我们了解 那目标就是我们可以 现在必须要采取一些紧急行动 好来因应这个世界的气候变迁还有影响 我们使用的方法就可以让孩子意识到 这个气候现在的脆弱性 还有分析我们人类活动跟个人行为 对于气候变迁的已经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给大家也是同样看一个实际的小短片 科技环保短题世界自然基金会 JUJF发布的202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 全球动物数量在1970到2016年间 平均至今减少将中期乘数量 列入记录的物种不仅包含大家熟知的 北极熊和熊猫等兵围动物 更包括多项两栖动物和鱼类 随魁祸首直指森林遭到砍伐 作为浓贴用地 这份报告原存 46年间就已经全球动物消失了七成 前四百种的脊椎动物追踪将近两万一千个屠群 勾勒出自然世界的近期概况 WWF全球森林作业计划领导人 普莱斯表示 瓦林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动物棲地的流失 他并点出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大规模商业化农业 已经造成生态的严重冲击 根据全球森林观察报告也发现 被视为遏止气候变迁关键的热带雨林 2019年正以每六秒一个足球场面积被摧毁的 惊人速率快速消失当中 因此WWF提出警告 自然气地若持续流失 将导致人类和野生动物的接触更密切 恐怕增加未来流行病的风险 呼吁全球应该正式拯救大自然的问题 也是为人类自己最后一条生路 其实刚刚大家看完这个新闻 大家就知道就是我们现在的COVID-19 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疾病或是很多的问题 它其实都跟气候变迁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我们就可以来选出一些书来跟孩子来分享 那刚才讲到这个黑猩猩的好朋友 他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前面的第13项气候行动有关 也跟第15项陆域生命有关 那这里面也会让孩子呢 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理解到 有关于森林永续管理啊 生物多样性和防治沙漠化的一些重要性 那还有让孩子可以知道 要保育恢复和促进陆域生态 永续利用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急迫 现在大家要一起来做 那我们的方法就是可以让孩子去了解 这个不同棲息地的一些野生动物的存在 对他们产生尊重 还有对自然的一个欣赏 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来看一下这个书 这本书黑猩猩的好朋友的内容 他说啊 曾古德 他呢 从小就非常的喜欢这些动物 那他呢 从小看那个泰山那本书啊 所以你看他从小就受到阅读的影响 他就非常的希望有一天 他能够去非洲 和动物说话 和大猩猩一起生活 然后呢 他就是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 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 又是一个非常的有自己的主见 而且他会实践的 这样子的一个女性 他就是为了想要去实现理想 他就在这个学校毕业以后啊 就去打工 把那些赚钱的那个 把那些收入都拿来去买船票 到了非洲肯亚 然后他去找到了专门的研究的专家 去参与他的研究 然后呢 就到了那个塔尚尼亚那个地方 因为那边呢 有一个黑猩猩的栖息地 叫做钢贝 他就直接去观察 近距离的观察 发现了很多人类所不知道的 黑猩猩的一些 他们的习性 他就一开始 他就发现说 原来黑猩猩 他们也有团体 而且里面还有领袖 他就跟你面那个领袖啊 灰胡子大卫 他帮他取的名字 就跟他表现友好 然后这个大卫呢 接受了他之后 其他的大猩猩 也都对他产生了 这个友善的态度 他就发现 这个大猩猩竟然哦 他很聪明耶 不是我们认为的动物都是很笨的 他还会使用工具 去做很多的事情 而且他不是吃素哦 然后他们彼此之间还会互相亲亲啊 帮彼此捎养啊 手牵手 然后也会有生气打架的情形 那后来呢 因为这个刚被啊 当地就是刚才刚刚 大家看到那个新闻里面 也是因为当地的政策啊 就是经济重于环境 所以他们的树木被烂砍 然后这些大猩猩也被猎杀 所以呢 这个曾古德 他就觉得 为了他这些好朋友 他现在就到世界各地去呼吁 请大家来帮忙拯救这个黑猩猩 还有做我们的生态保育 那这一本书里面呢 刚刚大家所看到的这个曾古德 大家应该用手机 这是一个纪录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他年轻的时候 他一个人很有勇气地 从英国伦坟到了贝州 到了干贝 他自己在那边做了研究 他就发现这个猩猩 他竟然会用那个树枝 当工具 然后去 把那个白鱼给抓出来吃 所以他们是很有智慧的 而且会思考 有狩猎性 然后他发现到 黑猩猩猩有这么多的相似处 后来就是受到重视之后 科学家有去研究一黑猩猩 他们的DNA 竟然有99%跟人类是相近的 那是物件的改变 这就是物件的改变 这就是物件的开始 用手机的研究 它没有被看到 那像这个就是 我们看了这本书 然后我们找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让小朋友了解说 原来黑猩猩 他们跟我们人类 有这么多的相近处 而且他们是有感情 有思考的力的 那这样我们就不会 去想要残害他们 因为我们跟他有了感情跟认同 他尊重 然后再来我要给大家看的 就是这一个小短片 其实曾古德后来 他就在全球 有成立了根旱牙的生态教育中心 我们台湾也有 目前在台南的应该是彭隆大学里面就有这样的中心 所以大家要是有时间就可以去带孩子一起去参观 它里面就是有把很多政府的希望做保育 还有就是环境的永迅的观念放进去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看到这里 大家可以再去找资料来看 好那这本书呢 它因为是透过真人真事的故事 所以我们会特别有感觉 大家有发现就是在永续绘本里头 我们常常会喜欢用真人真事 因为会让孩子知道说 这是真实发生的 在他的周遭随时可能都会发现 那也去引起孩子的关心跟他们的同理 那这本书他就是介绍动物保育的先锋 那个曾古德 那这个书本里面呢 其实他是希望孩子能够对于自然 生命产生了尊重 那里头的图像呢 非常的简洁典雅 然后表现出 这个曾古德 他在这个森里头发现了黑猩猩的哪些的习性 那构图的设计里面 他有用到了一些视角 不同的视角的变换 包括了大家可以去找来看 当曾古德呢 他还没有踏上非洲的刚背之前 整个书里面的画面 他都是用单页的小画框来表现 所以整个的这个视野看起来就比较拘束受限 当这个曾古德啊 他抵达干背之后 大家会发现到那个绘本后面 他的画面都是跨页 没有画框的 他主要是让看起来 他的视野就比较辽阔 会感觉绿意盎然 就比较自由开放 他其实这种也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当动物被整个就是抓起来 被框陷住 跟他在他的这个栖息地 这个大自然里面 自由生活生存的时候 他们的心态 那我们读完这本书呢 也可以跟孩子做一些共读的一些后续的延伸 方法我们就可以找一些黑猩猩的图片 或是影片 让孩子了解 原来黑猩猩 他们会制造和使用工具 而且他们还有社会阶级制度 才会进行狩猎和战争 那在一面阅读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特别指出里面的细节 让小朋友去看一下 曾古德是怎么样观察动物 怎么样和这些黑猩猩 建立了信任和怎么样沟通 那还有就是他把他所看到的记录下来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 让大家一起来保护黑猩猩 那当然这本书 我们还可以就是透过 整个这个曾古德这样子的一个 他的一个行为 生活的一个情形 来跟孩子去讨论 那曾古德他有自己的梦想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有没有曾经想要保护哪些动物 或是自然环境呢 那同样的我们从三大面向来看 这本书就同时他有谈到了 有关于落狱生命 还有气候行动 还有永续的城市和社区 还有这个优质教育 再来我们要分享的是 这个守护海洋的人鱼 这本书呢 也跟我们环境保护的 这个SDG13还有14是相关 那SDG14呢 就是水下生命 这个目标 那主要的精神就是 希望我们能够呢 去解决污染跟生态 还有过度捕捞的问题 然后让这整个的这个水下的生命呢 能够被保护到 然后我们也可以去经营 有序的资源管理和经济 那来可以好好的 有序的善用我们的海洋资源 那我们希望带给孩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我们可以用一些 包括了认识海洋动植物 还有他们的栖息地 怎么样学习尊重和照顾海洋环境的 这种方式 来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这本书 这本书呢 守护海洋的人鱼 也是一个真人真事 是雅克的这个故事 现在如果你去买很多的一些 什么潜水的用品 你还可以发现到这个品牌 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雅克 他是一个法国小男孩 他从小就喜欢水里的这样子一个世界 那他会跟朋友一起去到水里面潜水 可是他发现说他们只要潜一阵子 他就没办法呼吸 所以没有办法看得很深入 也没有办法到比较深海去 所以他后来就努力的发明了水废 那他就可以带着这个水废 他就可以到比较深的海里 去观察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一些生物形态 他有好像变成了一个科学家 那他也把他的品牌去经营 变成了一个商业家 那这里他还用了一个70公分的一个拉液 所以老师带孩子们看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拉开来 看到这个海底 他不同的这个深度 他不同的一些生态情形 那因为这个雅克呢 他很喜欢这个海洋嘛 所以他也变成了一个科学家 也变成了一个商业家 那他还是一个摄影家 他就把他所看到的海洋世界 就有把他拍起来 但是随着一年一年的这个过去 他发现这个海底世界 他整个拍摄的这个内容 怎么越来越多的污染 而且很多的一些海底生物都死亡了 所以他发现说不行啊 他必须要赶快把这个事情 这个供租给世界 让大家一起来关心跟拯救海洋 他就到世界各地 去跟一些国王女王 或是总统等等的一些人会谈 然后希望透过了一些政策 来去保护我们的海洋世界 这个影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故事里面的主角亚特 他也是纯粹因为兴趣跟喜欢 他竟然就成为发明家 到现在是一个环保的人士 我们要看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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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进入的战略 因为你会保护 你爱 是科技師、研究者、藝術者、男人看著未來 你能告訴我什麼是你的最大功夫嗎? 我並不是自己興奮,我也興奮在世界外面 一些發明的故事 其實我們都會發現到 他因為自己的夢想 他的去追求跟實踐 然後他就變成了一個 我們剛剛講說 是一個對世界很有影響力的人 當然他透過了他的一些紀錄片、攝影 大家都可以知道了 現在海洋生態被污染的情況 怎麼樣能夠我們現在一起透過一些行動 來拯救我們的海洋 剛才也跟大家講說 他裡面有透過了一些拉葉的設計 可以讓我們看到海洋的一個美麗 跟不同他的生潛 海底生潛的裡面的生物的多樣性 因為這樣我們喜愛了海洋 欣賞了這些生物 我們就會提起孩子想要去保護海洋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跟這樣子的一個心態 好,共讀的話 我們也可以給家長跟老師們一些建議 我們可以讓孩子說 你看庫斯托他很喜歡拍攝 你也來 像我們現在有手機 或是什麼照相機都可以 我們來拍一些你感興趣的事情 透過這個鏡頭 你有沒有發現什麼事情 來關心一下這個世界 當然我們會鼓勵他去拍一些自然生態的景色 另外我們也可以鼓勵孩子 你看這本書裡面的海洋生物這麼的美麗美好 我們要怎麼樣去保護他們 不要受到污染 我們是不是可以從日常生活中 一些簡單的環境保護的行為做起 包括我們不要亂丟垃圾 好好做資源回收 隨手來關燈 關水龍頭等等的 同樣這個三面向裡頭 這本書就帶到了有關於水下生命 優質教育 還有氣候行動 跟捷徑的水和衛生 前面我們所討論的比較是屬於一些 像是環境保護 或者是說人權等等的 這邊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在環境有序的實際上目標裡面 它也很強調有關於經濟發展 因為唯有經濟發展的好 我們人類才能夠有比較好的一個生活 裡面的SDG的9和4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來看永續發展目標9 所談到就是產業創新還有基礎建設 我們這個裡面它所強調的精神就是 創新研究跟科技研發 目標就是希望建設具有韌性 還有可以永續發展的一些設施 能夠促進包容性的永續工業化 還有推動創新 實施的方法就是 我們可以跟孩子介紹一些 永續性的工業經濟發展 還有人類福祉的一些概念 那裡面的也有談到就是 永續發展目標的是 優質教育 透過了孩子接受很好的教育之後 我們有了高品質的教育 有了永續發展的知識和技能之後 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懂得怎麼樣去批判和參與 環境的保護或者是永續發展 這樣子的一個世界 我們可以怎麼樣作為其中的一個 積極的一份子 好 那我們先來分享這一本書 很有趣的 現在大家可能常常都有聽過 仿生學的概念 你沒有想過的仿生學 模仿動物的創意發明 這本書 我們就抄其中幾頁來看 它裡頭是屬於一種比較知識百科的 好 例如說這個鯊魚超速永逸 就是我們人類 利用了鯊魚 它這個超級的游泳技能 我們所發明出來 現在穿在身上 可以幫助我們游泳 非常迅速的這樣的一個工具 還有我們還會有利用到老鷹的眼睛 來設計我們的相機的鏡頭 還有這樣我們手術的縫衣 手術針 其實是我們參考了豪珠 豪珠它身上的刺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小短片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種仿生學的概念 和在地上是從上一年的動物做比較 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歡迎來到熊馬克的神奇動物園 本期咱們一起來看看 人類從動物身上研究發明出 震驚全球的體型科技產品 十三年前一個吃炸的全球體產品尖科技的運動產品 明明這個全球 它就是鯊魚皮尾 2018年鯊魚皮尾 在北京奧運會上大放遺產 那美國運動員 菲尔普斯憑借鯊魚皮尾 一人就拿下了八枚金牌 從歷史上單級奧運會獲得獎牌最多的人 之后啊 菲尔普斯更是獲得了23名金牌 成為了奧運會史上金牌第一人 這樣發展場地 隨時也把鯊魚皮尾一推上了尖峰高度 和它的名字一樣 鯊魚皮尾一啊 就是仿生鯊魚製造出的科技產品 那鯊魚在海洋裡的副骨 那是出了名的迅速 除了刺身強大的肌肉爆發力以外 鯊魚的身體造型以及皮膚 都是提高有數的關鍵比賽 相比其他羽類鯊魚的皮膚非常粗糙 表面不滿地虛縮 齒狀 鼓起了筋骨 這些表面粗糙的V字形水度啊 能減少水流的摩擦力 使身體周圍的水流啊 更高效的流度 鯊魚啊 因此提高有數 而鯊魚皮尾一就是採用纖維 從而模仿了鯊魚皮膚的結構 穿上它的運動員能夠引導周圍的水流 減少3%的水準力 並且提高有數 打破身體的限制 這對一向公平的奧運過而言啊 一躍成為了黑科技的現象 那這也就引來了一陣回憶 最終啊 國際影響決定於2010年5月 將在全球金融高科技鯊魚皮膚 從而還取運動員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 那第二個模仿動物製造出的科技產品啊 它就是名正軍事界的超級武器 第二B型轟炸機 在說之前啊 咱們先來開張圖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B2轟炸機的機器和這個鳥類驚人的相似 不用差異 B2轟炸機正是不發現一個鳥類 反正工作怎麼做 這個鳥類呢 叫做油損 這地面啊 最強速度最快的鳥類之一 你可能不相信啊 油損體律吸入之軀 就會達到每小時最前382公尺的前線速 甚至啊 考慮了高鐵速度 這潛質就是前双眼盤 但事實啊 也確實如此 柔總的身體特別啊 噴稱完美 柔先生的身體可以介紹 百分之十七的空氣滋味 他鼻子讓有個小堆鐵 這可以使他在高速飛行合作的下 引導器流進入身體 進一步的緩衝掉空氣啊 帶來的出激力 這麼單從第二轟炸機的外圈來看 你可以很明顯的聽到這兩個設計點 同時第二轟炸機也靠著 仿衝不古的科技 作為了軍事界最強力的武器 雖然已經問世二十年有餘啊 但它仍然是全世界最致命的武器之一 看起來啊 人們在動物市場需要學習的知識還有很多啊 好 那透過了剛才書裡頭的一些簡單介紹跟這個影片 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原來動物們在自然界中 他們面對了這麼多的挑戰 而且經過了這麼多年 甚至比我們人類生存了還更多年的一些生物呢 他們是怎麼樣能夠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可不可以去發現他們有哪些獨特的構造和能力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應用學習 在我們的各個領域的產品設計上 是不是大家都會覺得 哇這些動物啊 真的是很了不起 當你覺得它真的是很了不起 要值得我們去施法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要怎麼樣去尊重愛護這些動物 那這本書裡面 大家可以再去圖書館借來看 它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生物的這個介紹 那每一種動物呢 他們都是用第一人稱的口吻 向孩子介紹他們自己的本領 並且說明呢 他這些本領後來被人類怎麼去使用 對人類有什麼樣的幫助 那我們共讀 跟孩子共讀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一起討論 你看喔 這些每一種動物 在這個我們看之前 你是不是都沒有發現 它有這麼厲害的一些能力啊 然後當我們看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新發現 你會不會覺得非常的驚訝 我們就可以跟孩子來討論 另外我們也可以再去找一些 哪些自然界中的這些生物 它有為了生存有一些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能力 我們可以來使用 來參考學習的 那像這些的話呢 都是我們可以跟孩子一起來討論 去刺激他的思考 去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創新的方法 可以去模仿或是參考 從動物身上所得到的一些啟發 來去解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的問題 那像這個三面相的之間的關聯 跟經濟社會環境三面相 就是有關於優質教育 還有裡面談到的 就是產業創新和基礎的設施 這本書以後還有談到就是 尊嚴就業和經濟發展 再來的話呢 我們也是跟經濟發展有相關的 這本書就是Hello設計 這本書也是很有趣 它裡面呢也是有點類似知識百科 它就把那個 這個很多很多我們日常生活 你沒有去注意到的 其實都是經過了一些設計的一些產品 他把它同時呈現 他就問你說 你有沒有發現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發明 你都在使用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們的一些價值呢 那有沒有哪些 因為他們的這個設計不適合 所以也不適合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這個圖像你就會發現到 怎麼會把烤麵包機拿來烤荷包蛋呢 或者是說這個水壺 這燒水怎麼會用來插滑 或是說這個小朋友 他坐的這個椅子是不是有特別的設計 然後他怎麼會用這個鞋子來當他的碗 所以它裡面有些錯誤有些正確讓你去思考 然後還有這些椅子 光椅子就有好多不同的造型 像這個塑膠椅 他因為特別把它做成的就可以重疊 不佔空間 或者說像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小朋友 他的椅子呢 他是比較容易讓小朋友坐的舒服 而且很安全 好還有像這樣的椅子呢 他是不是又可以當桌子 又可以當這個椅子來做 等等的設計 我們跟孩子一起來看完這本書 我們可以來試著拿紙跟筆 或是剪刀等等的 我們來一起創作出我們理想中的椅子 當然這裡面你就要包括說這個椅子有什麼功能 或是說它有哪些的設計感等等的 好這個就是在丹麥他一個很棒的一個陳設 他們的一個設計博物館裡面 好或是說這個也是很有設計性的 好這個椅子這個是他設計家 好自己就是來示範的做廣告 好那我再給大家看一個在這個丹麥的這個設計博物館裡頭的一個小影片 可以看到其實很多國家他們呢 有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產品都是他們所設計出來的 而且是幫助人類的生活 那這些都是因為他們本身從小的教育 非常的重視設計 非常的看重去刺激他們的創意思考 那也鼓勵他們做這樣子的一個學習 好像這個丹麥的這個設計博物館 雖然目前來講不是很大 我有去過那但是他在世界上的設計 設計方面的他的影響力跟他的歷史價值是非常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很多的影子啊 衣服啊或是很多很多的產品 包括了像這種圖像的設計 其實都是經過很多的創意思考 他很多的一些智慧的結晶 這個累積所發明出來的 那當然他們這個國家他們從小的教育方面 也是一支鼓勵孩子朝向設計去學習 所以他們這個博物館裡頭他們也會有特別的工作方 去讓大家包含了一些孩子一些學校的老師呢 能夠來參加 那主要就是透過了一些研討一些親身的操作 來加強大家有關於設計方面的一些興趣跟能力 那之後他們就真的去製作出很多很多的 不管是仿生的或是一些美感的這些產品 來讓人們使用 所以老師還有爸爸媽媽的角色非常重要 就是當我們能夠提供孩子有這樣的一個訊息 而且去跟他們討論 去跟他們鼓勵 然後這些孩子的潜力就能夠得到一個啟發 所以像這一本書呢 它就是一些知識性的一個設計的提供 那去刺激孩子的好奇心 去看看他們什麼樣的一個方式 能夠去改變這個未來的生活 那還有創造出更美好的未來 那當然這些設計呢 都必須要去符合我們的人類的需求 包括了有沒有符合人體工學的設計等等 是不是讓我們更健康 讓我們的工作效率更好 也是就是除了我們以前所講的設計 就是好像一種美學的東西以外 它其實對我們整個人類的生活品質 不僅只是美的欣賞 還有包括健康等等 其實都是很有幫助的 那透過這樣子的書本 就是可以讓我們去學習 讓孩子學習創意 還有一些技術 還有去發揮想像力 那我們跟孩子一起共讀之後呢 我們有些建議就是說 讓我們孩子去直接去觀察他生活周遭 有沒有哪些的日用品 包括牙刷呀 或者說一把書子 什麼裡面都有用到一些設計 讓他們發現說 原來這些都是可以動動腦 去讓這些東西變得更好的 那這些設計是誰創造出來的呢 那甚至可以讓孩子們 利用一些環保的材料 我們自己來試試看 設計一些環保的玩具 那也可以就是說跟孩子來講講說 自己有沒有特別喜歡哪一種設計 那為什麼 我們自己也很有自信可以來表現 我們自己的設計感 還有一些創意 好 那在這個與經濟社會環境三面相方面 這本書呢 就是有提到有關於優質教育 產業創新還有基礎建設 和這個尊嚴的就業跟這個經濟發展 好 那另外我們要提的就是有關於社會進步方面 它是跟我們SDG的三個時期 我們把這個以後抓出來跟大家分享 包括了SDG三就是良好的健康與福祉 那這本書呢 我們要介紹的就是一直一直在長大 等一下我們會介紹這一本 它主要的話呢 就是這個講到了有關於身心健康跟醫療保健 那還有我的心破了一個洞 它也是就是同樣的讓我們發現到就是 不是只有我們的身體健康 還有我們的心理健康也是同樣的重要 而且我們不管是年輕的小朋友 或者是年長的銀髮族老人家 我們都是要同樣的要去尊重和寬容他們 然後要注意到他們的健康 還有他們的能力 那裡面還會提到這個有關於SDG17的 那就是夥伴關係 這裡面的精神就是有關於包容性尊重跟了解 希望呢我們透過了一些執行的方式 去讓這個有序發展的精神 能夠在全球都能夠執行 包括你和我之間 和我們看國家之間 我們和全球之間 大家都有這樣的夥伴關係 學會發展社會的這個關係 好 那我先給大家看的這一本書 就是一直一直在長大 這一本書呢它很有趣 它就是講銀髮族的世界 我們想要覺得說老年人 他們的世界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來看一下 年紀大的人步伐比較小 走的比較慢 快要變紅燈的時候 斑馬線才走了一半 快點快點好危險 就撞到了 糟糕啊 它是用不同的第二跟第三人生來講 這是我們看的跟老人心裡的想法 我們再繼續看 年紀大的人 他們的父母可能早已離開了 這也無可奈何 不過那些有孩子的年長者 他們仍然是父母 甚至成了主父母 我很想念我的孩子 希望他們有時間來看看我們 那相聚的時間 總是覺得太短了 年紀大的人喜歡分享以前的故事 開口啊 總是滔滔不絕 神采奕奕 如果年紀小的人表現出興趣 並且多多問問題 他們就會更開心 年紀讓我們的記憶不再清晰 如果我們一直重複同樣的話 代表我們忘記 不代表我們是笨蛋 而是代表我們忘記了 相愛不分年齡 人們就算上了年紀 還是可以一起生活 偶爾來趟愉快的旅行 沿著美麗的海灘散步 我們彼此的眼神充滿了愛意 我們因為擁抱而感到幸福 請不要嘲笑我們 我們也想談戀愛 是一個長者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 我們就像個孩子 每分鐘每一天都在成長 讓我們充容樂活 一起無憂無慮的慢慢變老 讓我們用體貼的動作和話語 創造一個溫暖的世界 而我們這些老先生 老太太將會用餘生所有的時間來愛著你們 像這樣的一故事 像這樣的一故事 它是用一種活潑的方式 引導孩子用愛的眼光 去認識我們周遭的一些爺爺奶奶 那它以後的色彩大家會發現 非常的可愛 繽紛 那希望就是讓大家 它對於長者是有一種破除刻板印象 好像就是一些沒有精神 悲傷死亡 而有一種朝氣的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那裡面用到了第二跟第三人生的眼光 去交替的敘述出長者的狀態還有心聲 那主要是希望能夠引起我們孩子的一些共鳴和同理心 那透過這本書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種充滿希望的眼光去看這個世界 不管你的年齡大小 都可以去享受這整個世界的美好 那在親子共讀的建議方面 其實我們讀這本書 我們就可以帶孩子一起去思考生命的意義 跟探索自己 並且我們要去學會了解和關懷周遭的人 尤其是長者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個小短片 就是現在全世界都非常的鼓吹 利用兒童的力量 讓孩子跟長者可以一起共讀遊戲 讓這些長輩能夠活得更有朝氣 有希望和尊嚴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情形 這個短片是在日本的一個例子 在日本 失智症照顧 是以讓老人家活得有尊嚴為目標 發展出許多精緻溫馨的服務 最新趨勢是向兒童借力量 不到10點 隔壁的保育院小朋友到中心來 一起和老人家做體操 為於磁城縣水庫市的玉多福日照中心 更獨套了兒童照護員制度 謝謝 附近的中小學生 可以遞履歷應徵兒童照護員 星期六日與暑假來幫忙 他們的工作是幫長輩按摩 一起遊戲 並協助工作人員 目前已有25個兒童照護員 包括若易照護員制度 即將輸入僅其實 然後honoria 師 Jahre �入場 能夠健康就 iOS 安保 控制家 那個文化 但是這個高齡化疾病也懂得和長輩相處 除了兒童照護員制度 許多幅日照中心更積極實施照護預防 照護預防是日本政府為了降低長照保險支出的創新做法 從預防做起 機構便可以領取報酬 吞咽練習便是親中之一 吃中飯前 老人家要做吞咽練習 訓練喉嚨的肌肉 防止老人家噎到 預防肺炎 照護品質往往不在硬體 而是心態 預多幅日照中心用的餐具 是一般日本家裡用的慈杯 飯碗 味增 木湯碗 而非台灣機構常見的 不鏽鋼鐵盤 雖然有可能會打破 但助動細節 就能像真正的家一樣 生活就是復健 讓老人家自己動手做 維持現有的生活能力 減緩退化 那些人能夠做得到的事 削除了 時間の許多限度 看著自己 想要做的事 自己的行動 自身的行動 0から100まで 終了 減緩退化 減緩退化 逐步護理 也是照護預防的項目之一 會預防血栓 梗塞 並提高下肢血液循環 工作人員們紛紛蹲下來 唱著老歌 用溫水幫老人家洗腳 剪指甲 按摩 專注 用心 連為人子女都不見得做得到 我慢して認知症のケアをしている ということはない 認知症の人も スタッフも 同じ空間で 皆で楽しみながら生活 というのが ベースにあるので 介護をしていて疲れた ということは 聞いたことはない 透過小短片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大家很強調的 借助兒童的力量 讓孩子 能夠跟長者一起相處 讓我們更了解長者 甚至我們會有价值感 跟成就感 因為孩子 他們也可以成為一個 照顧別人的人 當然 這裡都很需要 老師們 還有爸爸媽媽 提供這樣的機會 讓孩子對於年長者 能夠有所尊重跟了解 甚至能夠提供一些幫助 這本書的話 在經濟社會環境的層面上面 他就是有提到了 有關於良好健康與福祉 還有減少不平等 夥伴關係 跟優質教育 另外我再介紹一本 就是我的心破了一個洞 這本書 他比較是屬於心理健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本書 他就是利用一個小女生 他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本來很快樂 可是有一天不明原因的 他就忽然覺得 好像整個世界上面 都變得沒有快樂了 然後他好像心裡頭有一個大洞 他沒有辦法填滿 而且裡面很可怕 然後他就想要用吃的 暴飲暴食 或者說去買很多東西 去接受別人的一些討好 來滿足他的一些內心的空虛 跟不愉快 可是他卻覺得說 這個洞永遠都填不滿 而且他很痛苦 那他 後來有一天他就聽到了 弟弟傳來一個聲音說 你不要再往外找了 要從裡面找喔 然後他開始慢慢的去尋找他內心 真正想要的 或是尋求了一些幫助 他就開始有了多彩多姿的世界 而且也學習了怎麼樣跟人家相處 他變得很開心 雖然他這個洞還沒有完全的填滿 但是他變得越來越小 但是也因為這樣 他常常有時候還是會快樂 有時候會憂傷等等的情緒 所以他的生活還是非常的豐富 跟充滿了驚喜 像這樣的一本書 其實就是有關於情緒方面的教養的書 它也是跟我們的健康是有關的 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美國英利諾大學他們針對的孩子的情緒發展 有做過研究 他們就針對該州的32萬學童 實施了情緒教養的學習課程 把它變成一種必修 就是小朋友從小就有學習情緒教養 就發現說這些孩子的學業成績都進步 而且他們本身的穩定度比較高 比較不會去攻擊別人 自己在學習的時候也能夠比較專心 比較不會有那種好像是很焦慮 或是過動的狀況 所以他們經過了科學的證實之後 現在目前美國英利諾州 他們就全面的對於孩子 有實行情緒教養的一個教育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在健康方面 良好的健康方面也必須要去顧慮到 我們的孩子的情緒 心理方面的健康 這本書就是用動的比喻 讓我們的小讀者能夠看見成長中 一定都會有一些失去或是挫折 但是這些挫折跟這些失去 其實我們要去面對 那怎麼樣去接受這些挫折 其實它都是成長中的一個證明 那怎麼樣去讓我們自己 對於內去尋求真正想要 並且欣賞自己本身所擁有的 這是很重要的 那整本這個繪本 它有用了一些複合式的媒材 包括挖洞 還有一些色彩 繽紛的一些特殊效果等等 用這種冷暖的色調 來表現出孩子的心情變化 那一起讀這本書的一些共讀建議 就是我們在閱讀前 就可以跟孩子聊一聊 關心孩子他們平常 日常生活中的情緒變化的一些經驗 那在閱讀中呢 我們也可以讓孩子來觀察一下 因為你看那個孩子啊 這個主角小女生 他的反應 然後有時候我們就稍微停一下 他說你看那小女生 他覺得很難過 他什麼都不想做 那你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你的感覺是什麼 那如果說你覺得心裡有空虛的話 你有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 來滿足你的這個需要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跟孩子 透過這個主角的一個情境 然後來跟孩子去以他自己的一個經驗 跟立場來談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可以跟孩子 來進行一些遊戲 包括就是說我們可以用不同的顏色來畫 不同的一個情緒啊 一些圖像啊 也是一個很好的情緒的發泄 或者是說我們讀完整本書之後呢 可以跟孩子進行這個手偶的遊戲 去讓他們認識和處理情緒 例如說呢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手偶 可以你買現成或是用自己自作嘛 因為其實色彩有不同的這個心理學 就是說你看紅色你就可能是比較活潑啊 或是危險啊 或是生氣啊 然後呢 我們用黃色可能是代表明亮啊等等的 那我們就可以製作像這樣的一個職偶 或是這個手套 然後來扮演一些情緒 那也可以讓小朋友自己獨立在玩的時候 他可以說出他的一些想法 然後也可以讓他發現 也可以讓我們老師或家長 可以去觀察了解 或者說彼此之間在玩的時候 那小朋友丟出一些情緒 那我們老師或家長呢 你不要直接的去指導 因為會讓小朋友覺得有加力 那我們就透過了這個玩偶的扮演 對話 它有一種簡敏感的隔離效果 那這樣的話其實透過玩偶的對話 也可以鼓勵孩子啊 或是引導孩子 或是一些小團體的一些遊戲對話 或者是說我們也可以做一些剛剛講的延伸 就是一面做一些情緒的遊戲一面 用繪畫的方式來表現 那也可以引導孩子來練習一些情緒的語彙 就是我們在扮演的時候可以講出一些語彙 然後或者是說你可以去造一些句子 例如說當什麼的時候我感覺到什麼 例如說當快樂的時候 我覺得好像心裡頭都在冒小泡泡一樣的快樂 或者是說當什麼的時候我知道某人會感到什麼 例如說當我在害怕的時候 我知道 例如說媽媽她會來安慰我或什麼的 就是這些的表達感受或是情緒的句子 我們可以先設計 然後讓孩子來練習 當孩子反覆的操作練習 再加上我們讀書 這樣子的一個互動討論之後 當孩子遇到相關的情形的時候 這些之前所培訓出來的能力 它都會出現 就可以幫助孩子去練習怎麼樣的去處理 像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用手套偶 去做的一個玩偶的遊戲 來表達和處理情緒的一個很好的方法 當然這一本書它本身 跟我們的經濟社會環境的三大面向 相關的也有很多 包括了良好的健康與福祉 還有夥伴關係優質教育 這邊的話 我們其實也可以再做一些延伸的閱讀 包括了像這一 有一本圖像詩是由我們台灣的原創 林世仁老師所創作的 它裡頭有一首詩 它說世界不會為我們倒過來 但是我們可以倒過來看這個世界 從不如意中看出微笑 這是林世仁的文字深領海 大家也可以去配合這本書來參考著 一起來看 就是當一個別嘴的不好的 這個不高興的臉 換成了一個微笑的 這樣子的一個表情 是不是你會覺得世界 好像很多事情都不是那麼的糟糕 那這些都是我們透過閱讀 可以來鼓勵孩子 可以去思考 或是想一些解決的方法 跟一些技巧跟對策 我們這邊先休息10分鐘 我們等一下再來進行到我們 最後一個階段 大家可以 老師跟爸爸媽媽們 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 小朋友頭腦好好撞撞 將來是國家豬肉彷彷彷 有空場和爸媽讀書館逛逛 看手了解SPG 傷雖然有表情 有空場和爸媽讀書館逛 將來是海域的 人類有空場 又需要觀察 我們分享 一向其中的體icias 尊為參與 個人幻想 有空場 世界十分地球 全體能力 全體能力 中教育 莫好 環保 平常 耶 有抱負 有理想 勇於大戰 愛你唱 作詞 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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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法的實 其想目標 世界每天時事都在擊步 我們要跟上跳步讓我們團結 一起努力力量大 SDGs 无标要记牢 爱地球就地球 SDGs 无标要记牢 奋斗奋斗斗斗斗斗斗 机会SDGs 目标是气象 我们是国家 动量是力量 闪烁和环境心又健康 一圈中教育 我和环保平成 有抱负有理想 终于大家在闭成 好 各位亲爱的老师们跟家长 我们刚才前面两阶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好书 现在我们最后一个阶段 我再分享另外两本好书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Q&A的时间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地把这些好书都能够很愉快地用感觉 然后还有一种氛围之下去欣赏 欣赏然后你把这些好书都记起来 那之后就请大家可以到图书馆 把这些好书都记回去 跟孩子们一起共读分享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就是有关于环境保护的 提到了SDG13 12跟6的烟囱的故事和我们是水源守护者 前面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了有关于永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 这个方面的话大家已经有了一个概念之后 大家再来看一下永续发展目标的12 是有关于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 那我们这两本书都是跟这个SDG12也有关 就是它里面所强调的精神就是永续消费和经营 还有公平的贸易 那细项的目标就是确保我们永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 实施的方法就是可以带孩子去养成这个废弃物啊 水啊能源使用的一些好习惯 还有就是我们去了解这个碳足迹 好再来的话这两本书也和SDG的6 就是有关于经济成长方面 这个也是都有相关的啦 然后还有一些环境的生态上面都有相关 那这个6呢它就是有关于捷径的水和卫生 好那主要里头的核心精神就是公平安全 可以负担水啊还有这个水生态的系统 那这个联合国里面的好这个目标里面 它的细项目标是确保每个人都可以享有水资源的卫生 还有对这个水资源能够进行永续的管理 那我们呢带孩子们呢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水资源是有限的 然后呢教孩子们能够适当的洗手保持清洁卫生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那个我们讲说节约水的这样子的一个使用模式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个烟囱的故事这本书哈 这本书是我们台湾的原创作品 它是由刘旭工老师所创作的 这本书也非常的棒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烟囱的故事 从前那有一位有钱人 他住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哦 他有很多的烟囱 烟囱冒出许多的黑烟 哇这太臭了啦 有钱人一直咳嗽 他决定啊要把烟囱拉到很远的地方去 那里住了很多穷人 他给穷人一点点的钱 说了很多听不懂的话 穷人觉得烟囱很厉害哦 烟囱真的很厉害 他可以让有钱人使用很多的东西 他会做很多的东西 有钱人就会越买越多 但是啊烟囱也比以前排出了更多的黑烟 黑烟经过森林 森林变成了沙漠 穷人没有水喝 黑烟经过了冰山 冰山融化了 海水上升 穷人家沉入了海底 黑烟遇上了台风 下了更多的雨 土石流来了 穷人家被淹没了 有钱人从电视上看到了穷人家的灾难 他想 还好不是发生在我家嘛 你看好多人都生病 然后呢 还有些人都没有家可以住啊 还去逃难等等的问题 有一天啊 黑烟飘到了有钱人的家 把他的车子给弄脏了 有钱人很生气 他发现黑烟是从穷人那边飘来的 有钱人打电话过去 喂喂喂 你们太脏了啦 把烟囱关掉 穷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烟囱会这么脏呢 他们发现了烟囱的秘密 穷人觉得烟囱或许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 他们开始犹豫 要不要关掉烟囱呢 老人说啊 如果你开始使用烟囱啊 你会一直依赖他 最后啊 他就会把你给害死 就像抽烟一样 穷人啊 就决定关掉烟囱 他们开始重新建立新的家园 烟囱关掉后 有钱人发现家里很多东西都不能用了 也不能买东西了 他受不了了 有钱人去求穷人打开烟囱吧 有钱人说 没有烟囱 我没有办法生活啦 他哭得很伤心 穷人说 我们不喜欢你的烟囱啦 他呀 太脏了啦 穷人就带有钱人去他的新家 家里没有烟囱 他们去逛杂货店 这里也没有烟囱 店里的东西都是邻居们自己种的 或是自己做的 都不是烟囱做的 穷人教有钱人种下种子 他说啊 这样新的生命才会诞生啊 有钱人回到他的房子 他想啊 或许自己不需要这么多 他从家里拿了一个碗 和一条被子 他找到了一张空的吊床 躺下来 很快就睡着了 好像这样子 预言式的小故事啊 他其实就是暗于先经地球呢 所面临的许多的环境议题 那故事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哦 他那个烟囱啊 就象征着这样子 这个电厂还有工厂 那有钱人呢 往往是最先 也是享受到这些资源的一些族群 他们对于自然环境造成许多伤害 于是呢 这个大自然就开始反扑 但是往往啊 最先受害的常常是穷人 那这个整本书呢 它虽然是一个很严肃的这个议题 但是它是用这种童真的笔触 还有特别有风格的一种线条 还有他自己的一种风格的一种线条 它交织书成一种趣味的图像 在这个童趣的世界中啊 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能够自由的想象 那其中呢 它利用了很多的对比的手法 去创造出一种趣味跟一种提醒 例如说有钱人对照这个穷人 黑烟呢 和这个干净的空气 做一个对比 还有工业和这个农业 做了一个对比 那我们跟孩子在共读这本书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跟孩子讨论说 现代化的这个科技啊 带来了很多的生活的便利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 这个里面呢 去观察到 有没有同样的对于环境 或是气候也造成了一些冲击呢 那如果有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地球 还有我们的家园 那就算是孩子 小孩子呢 也是可以从自己生活的周遭 一些简单的小事情就可以开始 那例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 水手关灯啊 自备环保袋 或是多搭乘大众运输 来代替开车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跟孩子 从日常生活中 去观察跟讨论的 那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讨论说 你看书里面有很多有钱人 他充满了很多的这些物品 就是很多物质的享受 那他过云在上面都标了价格 这么多的东西 这么昂贵的价格 他真的都需要吗 如果说他换成一个简单的生活 不要这么多的东西 不要花那么多的钱 是不是这些有钱人呢 他们也可以得到心灵的充实 这些都值得我们跟孩子来讨论的 那在这个与经济社会环境三大面向来看的话 这本书它是可以谈到了有关于气候行动 或是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 还有这个永续城市与社区 还有良好的健康与福祉 和这个减少不平等 还有就可负担的洁净能源 和伙伴关系 和消除贫穷 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本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呢 是我们是水源守护者 这本书啊 他有得到那个美国的凯迪克的金牌奖 就是美国他们每一年会选出最棒的那个绘本 然后会只有一本可以得到金牌奖 那这本呢 我们是水源守护者就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誉 所以大家等一下欣赏的时候呢 可以去注意他里面的文本 非常的这个有诗性 非常的优美 而且是可以触动人心 那他的图像的表现呢 也是非常的有美感 那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呢 可以增加孩子的 他对于美学的这样子一个鉴赏能力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本书 我们是水源守护者 主母告诉我 水是最初的药 我们的生命来自水 当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 水滋养着我们 就如同水在地球母亲这里 滋养着我们 主母说水是神圣的 我们站出来 唱着我们的歌 敲着我们的鼓 我们人在这里 河流的韵律 崩流过我的血管 崩流过族人的血管 我们的族人传说有一条黑蛇 会毁灭大地 糟蹋水源 毒害植物与动物 破坏它行经之地的任何东西 当我们的族人第一次提到那条黑蛇 他们说黑蛇在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出现 现在黑蛇来了 它的毒液燃烧着大地 它行经水源 让水不再适合引用 鼓起勇气 我必须让黑蛇远离 我们村庄的水源 我必须团结我的族人 为了水源 我们要站出来 为了土地 我们要站出来 团结一致 站出来对抗那条黑蛇 我们站出来 唱着我们的歌 敲着我们的鼓 我们人在这里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为那些无法保卫自己的众生而站 那些有翅膀的 那些匍匐前进的 那些四只脚的 那些两只脚的 那些花草 树木 河流与胡博 在地球上 我们是息息相关的 眼泪像是瀑布 帮流而下 留下我的脸庞 留下我主人的脸庞 祖母告诉我 水是有灵性的 水即是生命 祖母说 水记得我们的祖先 我们站出来 唱着我们的歌 敲着我们的鼓 我们人在这里 我们是地球的管家 我们的精神没有被击垮 我们是水源的守护者 我们站出来 黑蛇正在为他的存活而战 这本书呢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真实的事件 就是发生在美国北部的原住民抗争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新闻的小版片 我给大家看 原本的流程是要通過南大加拿大 但它是通過白人的土地 所以他們通過英國的流程 這就是要喝水給我們的孩子 如果我們不可以的話 我們不可以 這個小短片我們其實就給看得出來 其實它這裡面也有一些跟這個政策 跟環境永續這些的一些相關性 那也有關係到有關於平等 尊重人權等等的 它其實是以美國北部的原住民抗爭的事件為背景 來敘述從一個小女孩的眼光來看 怎麼樣能夠成為一個水源的守護者 甚至他們的文化的一個守護者 從這個各個多元的角度來 我們就會發現到水源保護的重要性 那它是先從原住民的視角來出發 在他們的這個文化裡面呢 水不僅是生命的泉源 也是他們文化和信仰的根基 再來就從這個環境的視角出發 它揭露了這個黑蛇 就是裡面所談到的這個輸油的管道 它對於水源還有生態系統造成的威脅和破壞 那在最後呢 它就是用一個行動的視角來出發 就呼籲我們包括了孩子們 不要成為這個旁觀者 而是要成為這個水源的守護者 為我們保護我們自己的家園而努力 那這本書大家會發現 它是非常的有詩意和藝術性的 它這個插畫利用了水彩的渲染 還有這種多層次的藍色呢 創造出具有流動性和震撼力的這個畫面 它裡面有很多的細節和象徵的意義 可以值得我們反覆的觀看 每次都會發現到不同的一些趣味性 那它裡頭的文本呢 也非常的有詩意的美感 而且非常的間接 而且念起來呢 會有一種韻律感 你好像在一面念 一面聽到了這個河流的這個節奏 那裡面呢 也用了很多的比喻和重複的手法 來強調這個水的重要性 還有提升我們對於水源這個缺 這個污染或是這個水缺乏的一種危機感 好 那當我們跟孩子共讀這樣的一本好書的時候呢 我們閱讀前可以先和孩子來討論 這水對我們有哪些的重要性 那平常我們要怎麼樣去節約用水 那在閱讀後 我剛才也有放給大家看到這個書的後面 它其實也有附了一本 就是一張啦 一張水源守護的承諾書 還有一些水源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科學知識 那我們就可以跟孩子來討論 並且思考說 我們要不要來一起簽這個水源守護的承諾書 一起來承諾說我們要怎麼樣來保護水源 成為一個守護者 另外我們也可以來討論一下 你要成為守護者其實不是很難 你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細節跟動作 就可以開始做起了 包括我們要減少塑膠用品 參與一些像是清河川的一些活動 另外我們也可以跟孩子來一起認識 這本書裡頭所介紹的 美國北部的原住民的文化 來比較一下他們與水和大自然的關係 是有沒有跟我們一般還有不一樣地方 是不是還有更深的一層的跟他們的信仰文化 和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有直接相關的 這些我們都可以去了解 也可以從認識了解當中 我們懂得去尊重不同文化的不同的種族 另外我們也可以利用它裡面的詩信 文本的詩信來一起跟孩子朗讀 這本書裡頭這樣的一個詩文 本身我們在帶孩子來朗讀 副詩信的文本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提升孩子的美感經驗 因為如果我們對孩子用朗讀 讓他去感受到詩的一種美好的話 也可以讓孩子產生對於詩信的 像這樣子的一個興趣喜愛 跟甚至投入這樣的一個創作 我們就可以讓孩子在這本書的文字裡面 去感覺到說 他怎麼樣把他的生活經驗 跟裡面所提的 用一種創意想像的方式來呈現 透過欣賞裡面的圖 跟他裡頭的一些文 還有我們的朗讀結合 我們去體會他這種優美詩句的一種節奏 跟他的這種韻律感 那他在朗讀的過程 他欣賞的過程 他就會產生一種 好像被撫慰的一種安心跟愉悅的感覺 那當然朗讀的方式 各位老師跟爸爸媽媽一定也很厲害了 就是朗讀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我們可以用獨自朗讀 像剛才我在讀那本書給大家聽 或者是我們用輪流朗讀的方式 我唸一句你唸一句 或者我們用其聲朗讀的 我們一起來唸 或者用回音朗讀的方式 像這些其實也在訓練 除了對於文字方面 它的一個美感 還有就是我們要學習 怎麼樣去聽我們旁邊的人 同時跟我們一起朗讀的時候 我們要維持到大家的聲量 不要說差太多 你很大聲 然後這一個團體中 你的聲音又很小 或者是說你唸得很快 我唸得很慢 就不會有一種和諧的 像是合唱的美感 所以我們在朗讀詩的時候 我們除了學習朗讀詩 這樣子的有文字的美感 也會學習說我們這樣跟別人一起合作 一起去保持那樣的一種和諧的一種 讓人家覺得很舒服的 一起合作完成的這樣子的一個成就感 我這邊先示範一個回音朗讀法 就是所謂的回音朗讀 就是說媽媽媽或老師 你們朗讀一行 然後孩子就跟著朗讀 主要是要去模仿你所朗讀出來的那種 精確性速度感和表達力 這邊我們就朗讀書裡頭的一部分 我把它特別寫出來 回音朗讀的話 我這邊就請在線上的老師們 你們跟我們一起朗讀 我朗讀 例如說我們站出來 你們就用回音朗讀方式 你們就也朗讀跟我一樣的話 可是我做了一個變化 就是說我們站出來 你們這次要朗讀的是部分的回音朗讀 不是全部的回音朗讀 例如說我說我們站出來 那就麻煩你說站出來 那我說唱著我們的歌 你就朗讀我們的歌 就是你部分 重複我朗讀的部分 來看看這樣的效果 我們開始來試試看 我們站出來 站出來 唱著我們的歌 我們的歌 敲著我們的鼓 我們的鼓 我們人在這裡 人在這裡 我們是地球的管家 地球的管家 我們的精神沒有被擊垮 沒有被擊垮 像這樣就屬於一種回音朗讀的方式 它會製造不同的一種效果 有些你想要強調的 或是戲劇性的效果 你都可以做一些變化 好 那這裡的話 就是我們利用朗讀的方式跟孩子分享 當然它與經濟社會環境三大面向的關聯性 這本書就是提到了氣候行動 或者負責任的消費生產 還有永續城市與社區 還有良好健康與福祉 和減少不平等 和可負擔的這個捷徑的能源 還有夥伴關係 和捷徑的水與衛生 和和平正義與有利的制度 好 那今天呢 我們分享了非常多的好書 這些書呢 都是我們這個計劃裡面 永續發展圖書裡面 所選出來的120本裡面的 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鼓勵大家還是 常常能夠到圖書館來借這些書 跟孩子分享 那這邊是一些參考書單 大家可以參考去把這些好書 借回去 就是反覆的跟孩子一起共讀分享 相信呢也可以在我們的這個 永續發展的這樣子的一個學習上面呢 彼此都能夠得到一個促進跟成長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進行到Q&A的時間 我們要請我們的嘉文主任幫我們主持 好 謝謝老師 這將近三個小時的時間 真的非常辛苦 那老師今天也分享了非常多的書單 一些閱讀的素材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因為現在還有我們距離結束時間 大概還有20分鐘的時間 那不知道老師們有沒有相關的問題 可以跟老師做一些交流 那老師或許可以直接打開麥克風 直接提問應該OK 有嗎 那老師剛剛分享的這些閱讀的素材 其實我們我們有編制了一本那個閱讀手冊 那是放在就是我們官網上面 那剛剛同仁有分享那個閱讀手冊的節點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都可以去下載閱讀 那我看線上其實有很多老師 然後有包含一些公圖的夥伴 那大家對今天老師的分享 有什麼可以或者是做一些分享 也可以 也不一定是提問 大家講到提問真的很緊張 沒有 好 有人在對話框有提問 那我幫老師念 有一位老師他問說 請問書單裡除了繪本外 是否有推薦要適合高年級 青少年適合的書呢 好 謝謝這位老師提問 那因為這一次我們所選出來的都是繪本 那但是呢我們之後台灣圖書館呢 就是我們公佈了這個書單之後 我們會有一系列的推廣活動 然後再針對這個推廣活動 台灣圖書館還會再有選書的活動 那可能我們在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會再有選出一些 比較多文字的 像是這樣子的書本 那但是剛才我在分享的時候 我也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可以一開始先從這120本的繪本 裡面 然後大家可以做一些延伸閱讀 去找一些台灣圖書館裡頭 還有一些相關的一些文字書 那我相信這些圖像跟文字的 彼此的互相的搭配 那不管是閱讀的深度跟廣度 它都可以更好這樣子 謝謝這位老師的關心 好 然後還有同學有問 就是教案分享 在我們台圖網站上面 目前有沒有教案 我們目前是還沒有 不過我們在預計在明年的時候 我們會推 會開始推出一系列的推廣活動 那也包含教案的一些設計跟分享 所以到時候我們正式推出來的時候 有些成果 我們也會把一些分享的資訊 一起放在網站上 到時候也可以一起 歡迎各位老師一起來參加 還有呢 有一位老師還有在提問 這些書有是否有電子書可以適合翻譯 及閱讀教學 好 剛才我所分享的這些圖像 其實是要感謝 就是參與我們的選書 永續圖書選書的出版社所提供給我們的 這些其實都是他們的版權 所以我們是用來做公益的推廣 但是這些圖像是沒有辦法去分享 大家可以多多來圖書館借這些書回去 我們希望大家還是有機會 能夠用紙本的閱讀 跟孩子做一些分享 謝謝 謝謝老師的歡迎 我們目前就是助選的這些書 通常都還 目前都還是以實體土豬為主這樣子 對 好 不知道老師還有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雖然是在遠端的課程 讓我們再次的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